尊敬的各位老师 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晚上好 欢迎大家来到南京航空航天大学2015-2016年第一期明家讲坛的现场 我是今晚的主持人刘俊宇 我校明家讲坛成立于2013年 是以全校学生为主要对象 以拓宽视野 活跃思维 提高人文素质 促进学生全面自由发展为目标 以纵论宇宙法则 融会中西学术彰显天人之力 倒计苍生万物为主旨 内容以中国传统文化 艺术欣赏 西方经典 社会热点等人文领域知识为主的文化素质教育讲坛 本次讲座由学生事务服务中心负责相关具体事务工作 工作团队为学生事务服务中心 宣传企划部 启航者工作团队 主持队 以及人力资源部的礼仪队 民族复兴的中国梦 凝聚着每一个国人的力量和每一个国人的梦想 处于重大转型区的中国将如何迈出走向强迫的步伐 是我们国人应担负的重任 对于国家复兴战略这样一个宏大的主题 你如何解读呢 对于中国梦的实现已有哪些愿景呢 今天我们很荣幸地请到了李毅老师 李毅老师是美国伊利洛英大学 UIC社会学博士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研究院研究员 中国教育部科研项目 国际社会学的学科建设课题负责人 主要理论研究方向为 唯物史观 社会体系论 社会发展大战略 曾提出中国急需建立为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 和长远利益服务的中国自己的国际社会学 并为祖国引进和建立了国际社会学这门学科 本次演讲李毅老师将用简洁风序的语言 以国际社会学的角度 借鉴社会世界强国兴衰之道 向我们论述国家复兴在经济 社会 教育 思想 人口 环境 交通 和城市化等方面面临的问题和发展战略 中国梦的诠释 期待你的住居 下面 就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 欢迎李毅老师为我们带来他的见解 大家掌声欢迎 这个南京防空航电大学 尊敬的这个老师学生 您好 很荣幸能能来到南航 这个南航六十多年的光辉历史 也是我们新中国披荆斩计 这个顽强奋进建立这个航空航天大国的缩影 我看咱们学校的那个介绍里面有两句话 叫校法西河玉天马 志在长空目全星 这个这个近平同志访美之前呢 这个中国成功发射了这个一弹二十星 这个这也是包括这个南航在内中国航天人 航空报国的这个丰功伟绩 全球华人欲有荣言 所以向南航致敬 这个也感谢九州出版社 这个 九州出版社呢 最近出了一个这个李毅选机 第一卷和李毅选机第二卷 这个我我我我这个我讲完 我都送给咱们学校图书馆 这个今天呢 就是分享这两本书中间的一些拙见 来供大家参考批评和批诞 那么先看一下这个 当今世界经济列强形式 我们就先看这个当今世界经济列强形式 这个实在不好意思 其实我给你们发的那个翻道子 本来就是要打这张表的 结果那个印的人 这个表没打印了 两个两面都是我的简介 哦印过了 哦太好了 你们手上有这张表是吧 那好好好 请大家看一下这张表 太好了太好了 没有的往上面看 就是这个就是我整理的这个 当今世界经济列强形式 2014 它这个是2015年4月14号 刚公布的 每年公布一次 每年公布一次 这个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 呃 这这一行 这中间的这个是总值 旁边的那个是人均 是吧 那么中国现在是十万年 呃 这个大家都是理工院校的数学都好 大家知道这个 如果每年增长10%的话 是7年翻一番 如果每年增长7%是10年翻一番 所以这个 你看我们现在已经10了 美国是17 那么而且这个美元还在扁 因为奥巴马已经向全世界宣布 大概是前年还是哪一年宣布的 它每年美国印美元 要连续十年多印10% 这等于向全世界宣布 美元要在今后十年 每年扁10% 人民币总的来讲是要往上走的 原来1比8 后来1比7 现在1比6 十年以后 无论如何也会1比5至少 所以一个涨 一个不涨 一个货币再扁 一个货币再增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2025年前后 中国赶上美国 所以基本上现在是一个全世界的共识 全世界有很多国家的这个政府军队 大企业都组织研究班子 研究当今后世界发展的总趋势 中国要在2025年前后超过美国 不是今天了 大概3年5年以前 这个是全世界一个共识 所以呢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呢 这个 那么然后我们看日本 日本现在只有4.6万亿了 看到吗 我们大概三年以前还在世界老三呢 三四年以前 四年吧 日本还世界老二呢 你看现在已经把日本甩过去一倍 很快我们就是日本的三倍 然后十年以后就可能是日本的四倍 因为日本经济已经有应该有13年没有增长 零增长 然后安培的那个经济学已经彻底失败了 安培不是他叫经济三支箭 新安培经济学 要振兴日本经济 到目前到今天 今天是10月14号2015年 我们可以 全世界包括所有日本人都知道 安培经济学已经失败 日本经济没门了 增长不了 然后呢你再看这个德国是3.9 欧洲的第一强国支撑欧盟的德国 3.9万 所以挺吃力的 然后呢英法巴西印度意大利 你看都是两万多 两万多 英国嘛还还要再拆台 因为英国五百年来 我等会讲 这本书等会我要介绍一下 大概英国大概五百年来 基本国策就是坚决拆欧洲的台 绝不能让欧洲团结起来 所以欧洲英国大家都知道 现在正在闹 他本来就没有入那个欧元 英镑是英镑 现在正在闹退出欧盟 大家看见了吧 闹得很凶 然后这个欧洲呢 从08年的金融危机那中呢 还没有缓过来到今天还没有缓过来 去年大家都知道希腊的事闹得沸沸扬扬的 现在根本就没还没缓过来 然后这最近又出了更大的 差不多不小的事 你们看电影也那个移民潮看到了吧 折腾了这个 不亦乐乎 那么现在呢 只有是巴西和印度 巴西和印度呢 和我们一样 都属于发展的国家 金砖四国 三个发展的国家 但是巴西印度目前 经济形势要比中国 差很多 坏很多 印度稍好 印度稍好 印度说去年增长率 三十年来第一次超过中国 我们7.0 它好像7.1还是多少 印度稍好 但是印度它这个起点现在太低了 你看我们人均7500 印度现在是1600 对吧 我们现在17万亿 印度是2万亿 这个差距太大 那么 中国在 中国在2025年之后 如果超过美国之后 在无限长远的将来 恐怕就要保持世界第一了 除非你们这中间出个领导人 把中国搞坏 那就领当别了 否则的话 基本上就是在无限长远的时间里 中国要保持世界第一 那么在这个无限长远的过程中 有谁可能超过中国呢 现在全世界工人 就只有一个国家 就是印度了 因为它人口 它 你们有机会会去印度 在印度的首都新德里 有一个巨大的那个中 它叫人口中 大概又比这个海大 那个在跳 不断地在跳 就是印度人口现在是多少 每秒钟都在跳 我12年去的时候是12亿多 我们现在14亿 反正印度超过中国人口 要不了几年了 还要超 我们还是个老龄化社会 印度是个彻底年轻化社会 全是二三十岁年轻 然后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在 在 就是possible possibility 这种有一种可能 未来 谁能超过中国 就只有印度 但是目前 看不到一种 这种reality 就是它有 有超过中国的这种reality 这个是绝对没有的 然后呢 就是大家看这个俄国 但是所以 但是这个表 大家注意 它只是经济实力 不是 不是整个的国力 不是整个的国力 这个 整个的国力呢 我们后面还有一个综合国力方程 还有一个综合国力方程 不好意思 我把这个时间打成 我这个尽量讲快一点 因为我和大家那个介绍上面 有我的很多演讲啊 那个讲稿啊 录像啊 你们都是电脑 手机玩得很赚的一代 你们随时可以看 再给我这个讲稿 谁要要 你们就找他 我现在已经都给他了 你们下来 或者找他 谁要要 你就拿走 这个讲稿 你想要 你就拿走 所以这个 我不用能够讲快的 就尽快讲完 我想多留点时间 我们后面互动一下 这是一个经济实力 不包括 不代表整个国力 你比如说 俄国现在是第十年 是吧 一点九 戈尔巴乔夫把俄国 从世界第二搞到了世界第十八 把俄国搞好 然后普京上来以后说 给我二十年 我还你一个强大的俄国 俄国人民就给他二十年 现在还不止 他是一九 他就是2000年上台 现在已经十五年 肯定还不止 他干会不止二十年 他在俄国 现在根本就没有对手 就每次到竞选的时候 别人说我要和普京竞选 普京就不承认 我不知道有人跟我竞选 我要跟你辩论 别人说我不认识 别人说你在竞选 他说有人吗 所以那个反对派 没办法 他还要接着干 他这个 所以普京现在 他本来是要在这两三年 他原来说是要把俄国搞回前六年 大家知道现在搞不成了 是吧 乌克兰这个事情对普京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是普京的这种强国梦 出现根本性大挫折 现在不但不能强了 还要美欧还要把他搞弱 现在还在制裁他 所以我们大家都知道普京深思疏离以后 出手文准很 大家都知道最近普京出兵叙利亚 是吧 我看网上有些文章写 说普京一箭双雕 然后有个人写个文章说普京一箭三雕 后来又有个人写个文章说普京一箭五雕 我看这两天又有个人写个文章说普京一箭六雕 反正不管他几雕吧 确实是这个行动 他是代价很小 这个作用极大 我后面要讲 他这个一箭很多很多雕 然后他彻底改变了中东战略格局 极大的改变了世界战略格局 而且一个人都不死 所以这个人真是非同一般 那就往下打吧 往下打 这就是刚才对 打到这个中国 中国世界第一学人的社会历史的常态 因为 我不好意思 我介绍一下 我的专业是国际社会学 大家都 大家理工科的比较多 这个我刚才 刚才给咱们这个队长讲 就是我们这个社会科学 自然科学 人文科学 我们社会科学 有四个主要的学科 就是经法设计 经济学 法学 社会学 政治学 社会学呢 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学科 你们都知道 比如说经济学 就有国际 国际经济 世界经济 这个大的学科 政治学呢 就有世界 国际政治学 所以我们社会学 也有一个国际社会学 我就是干这个的 再往上一点 再往上 不是 对对对 这好 这个 就是总的来说呢 就是秦皇汉武之后呢 1865年之前 大家知道 这个大概有近2000年吧 中国是领先世界 近2000年 那时候一直是全世界 中国第一 印度第二 日本第三 在相当长的时间 近2000年 欧洲就是罗马帝国 灭亡以后就完了 欧洲就什么也没有了 然后呢 1830年的时候 欧洲总值超过中国 1830年 在1865年 然后大家知道 1840年是第一次下半战争 1860年第二次下半战争 就是在这个南京啊 1840年 签的南京条约 然后为了去换约 1860年又把圆明园烧了 这两次打败以后呢 英国总值超过中国 就世界第一 英国就干了35年 世界第一 然后在1900年前后 美国总值超过英国 成为世界第一 到现在 115年 那么2025年前后 中国总值又要超过美国 重回世界第一 所以如果我们 看这个数字的话呢 那就是什么叫 人类社会历史 那么说这个 那么从1865年 到2025年 这160年 中国不是世界第一的历史 你如果从历史长河中看的话 它是人类历史上的 一个小插曲 是一个变态 除了这160年 在1865年以后 2025 1865年以前 2025年以后 那么 人类社会历史 就是一个 中国世界第一的历史 大概就这么一个情况 这个情况呢 现在在美洲的教材里 都这么讲 只有在中国的教材里 从来没人讲 所以我回国以后 我觉得莫名其妙 到极点 那么 那么我给大家推荐 因为我是搞国际社会学的 顺便给大家推荐 三本书 第一本书就是这个书 这个书线到处都在卖 所有书店都在卖 机场啊 什么到处都在卖 就是基辛格的这个世界秩序 这个书呢 它实际上是个当今世界概论 这个大家都是 这个大学研究生粉色生 第一张欧洲 第二张欧洲 第三张中东 第四张中东 第五张亚洲 第六张亚洲 第六张中国 中国单列一张 第七张美国 第八张美国 这个当今世界概论 它是站在美国的角度 为美国战略服务的 就是很可惜 我们中国学术界 现在还没有一个人呢 站在中国角度 写一本 世界概论 所以没办法 我只能给你们推荐 每个基辛格写的 第二本书就叫 当中国统治世界 这是个英国记者 叫雅克写的 倒不是说 他这个人有什么水平 他把目前全世界 研究西方的 几百个 几十个 十几个 几个 最好的著作 把它融会成一本 就融会成这本 所以这本书 在手的话呢 大家可以对 当今世界 对中国的一个研究 有一个 一个总的把握吧 书写得非常好 这本书在西方 也起了 震荣发聩的 这么一种作用 那么对于英文 比较好的 我猜想你们南行的 这个图书馆 是不是有 Foreign Fairs 就是外交记刊 Foreign Fairs 这个外交记刊 是全世界领袖 和战略家的 案头 案头杂志 字很大 字很大 这今年第三期 我刚看 是个中国专刊 外交记刊 出中国专刊 这个 我看都是大家看 习近平权力巩固了 就这个情况 那么 下面呢 我就 这个讲完了 我们 你把它再转一转 这个精神国力 和中国百年国职的原因 这个 那么中国 那里人就问了 说那为什么 这个 那为什么人类社会历史 不能永远中国第一 为什么要有这个 160年的插曲 是不是 这个 那要解释一下 所以我就对这个问题 解释了一下 我写了这个文章 叫精神国力与中国百年国职的原因 大概应该在第一卷位吧 大家看一个国力方程 那个 这个国力方程是那个 克莱恩 搞出来的 他呢 是 还活着 我以为他早就死了 结果没想到他还活着 这应该有90岁了 说不定 他是美国战略学会会长 不但活着 还 现在还在当美国战略学会长 不知道当了多少年了 然后那个越南 76年美国在越战打败以后 他写了这一个著名的书 就是怎么样来衡量一个国家的这个国力 这个你们应该一看就懂 是吧 你看国力方程 国力等于两大部分 物质实力乘以精神实力 物质国力是基本实体加经济实力加军事实力 精神国力是战略意图加国家意志 那么他还有具体的计算 说是这个 怎么算的 你看到上面有 基本实体是100分 人口50分 面积50分 所以一个国家人多不多 面积大小不重要的 也就才100分 然后呢 这个那个经济实力100分 所以你GDP大小很重要 顺便说一下 刚才你们那张表 我为什么只选到15个 我为什么不选14个 不选16个 这个我一看 第16名啊 第16名的惨值是0.7啊 你看你们那个第15名是 是1点几吧 是吧 1点几 1.3 那第16名就已经0.7了 往后呢 就小的没法算了 所以你还是要以这个 要有经济实力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要有军事实力 军事实力它放的很大 200分 也就是说军事实力 它放的比重 和这个基本实体和经济实力 加起来一样大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是 今天世界第一强国 它不仅是因为经济强 因为大家都知道 美国的军费 是我们后面这10个国家 加起来总和还多 他就是我总值这么大 可是我军费要比你要大 很多很多很多倍 所以我才是世界老大 军事200分 军事200分又包括核武100分 和常国100分 但是 这些东西最后都要成一下 成什么 成这个战略意图 加国家意志 各占0.5 一是什么 就是百分之百 对不对 所以俗话说就叫 精神国力为零 国力就是零 你前面这些东西再大 精神国力不大 那你就不行 精神国力有这么大的作用 这就是美国人打败 越南战争以后得出的结论 所以不论这个 物质国力多大 精神国力是零 国力就是零 所以这160年 中国为什么搞了个百年国耻来 还要花60年 从现在碾上来了 其实还不是物质国力差 中国百年国耻呢 主要是打败了三场战争 一个是鸦片战争 一二两次鸦片战争加起来 第二个是九一八 不战放弃东北 最后和美协定 还不是和美协定 在那之前叫那个什么 那个协定 平京也是不战而弃 所谓七七卢沟桥 你在地图上看 卢沟桥是在 在北京的南面 平京就基本上就放弃了 第三次呢 第二个说的 第二次就是甲午战争 第三次就是这个 九一八 甲午战二七平京 所以中国这个百年国耻 这三场这个大的 打输的这个战争呢 他这个都不是因为 这个物质国力不行 这个所以我有这篇 很长的文章 用这个国力方程 分析这个秦朝的 长平之战 灭赵国的这个坑了 四十万 这个赵国降族的 长平之战 还有英国 这个阿富汗三次打败英国 大概就在1840年 英国打败中国的时候 英国派了两万人 去侵略阿富汗 最后叫人家 全部杀光 是活了两三个人 跑回来 阿富汗 阿富汗比中国 那不知道落后 多少年 那中国能落后两千年 精神国力强 精神国力强 然后这个 甲午战争 九一八事件 解放战争 朝鲜战争 越南战争 所以你拿这个 精神国力分析 你就一目了然 就精神国力而言 中国在鸦片战争中 占绝对优势 英国是在1865年 才超过中国残值 在1840年时候 中国的残值 是英国的很多倍 甲午战争的时候 中国的残值 是日本的很多倍 直到九一八的时候 现在我们所有的书和文章 都忽略这一点 直到七七 卢沟桥的时候 中国的残值比日本都没低 只不过是 现代工艺的残值 远低于日本 所以这个 这个 这个国力方程啊 非常重要 那么在朝鲜战争中 中国和美国比 那国力是绝对的劣势 中国只有美国的领头 那个残值 这个 可是由于没有大战略 或者大战略的错误 由于没有国家意志 或者国家意志非常薄弱 中国打输了鸦片战争 打输了甲午战争 这个九一八和这个平静 都拱手相送 把东北送掉 由于有高超的军事 政治经济外交大战略 由于有无比坚强的国家意志 中国就打赢了抗美人潮 把最强大的美军 从鸦鲁 鸦鲁江就打到三八仙 所以现在中国总产值 虽然超过日本 2025年可能超过美国 但是如果物质国力上去了 精神国力下来的话 那国力就不但不会增强 还有削弱 还有可能彻底崩溃 我现在54岁 我是61年 对我来讲 有两个崩溃 都是很近的 一个是49年国民党的崩溃 国民党一直到47年的时候 都是无比强大 没有人相信共产党 能推翻国民党 可是到49年时候 就被毛泽东打到台湾去 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 直到现在 我不知道你们老师 怎么给你们讲 都很难理解了 很难理解 所以最近 前几个月有一个 很好的电视剧 叫北平无战事 专门就介绍了这个 那么强大的国民党 他怎么就自己就完蛋 那自己把自己搞完蛋 你看那都是自己搞完蛋 第二个就是苏联 苏美两霸 1945年开始 苏美争霸事件 到1991年 两霸之一 苏联突然在几十个小时以内 垮了 就几十个小时就垮了 没有内容 没有外患事 没有天灾 没有人祸 什么都没有 呼的一下就垮了 几十个小时 那简直想起来真是 所以这个 所以这个精神国力很重要 所以这个 你花钱搞先进武器 提高军队战斗力 这是提高国力重要途径 但是更重要的 所以你看这个习近平上来 开一个会叫新古田会议 这个我相信你们永远搞不清楚 搞不清楚就算了 这个挺不好懂 他开了个会议叫新古田会议 他就坐在那个 大树下面盘着腿和这个 和这些指导员和士兵一起吃南瓜 这个你们就更不可理解了 不理解就算了 然后就是 一个就是要开新古田会议 再一个就是你要抓郭伯雄 要抓徐才后 要抓古俊山 你在军队的这个 清除军队腐败 要除恶无尽 这才有 这是比武器更重要的战斗力 26 如果提拔军队的将领 不是靠打仗 而是靠多送钱 那这个军队 武器再好没有任何用 精神国力重要 物质国力重要 精神国力更重要 那么我在这里面 我这大概08年来 好多年我都反复强调 就是我个人认为 中国是三个前途 三条道路 那么第一个呢 就是出一个08乔夫 那就土崩瓦解 裂土奔疆 万劫无处 第二个呢 就是总之超过美国 我们现在反正是要超过 反正怎么样 现在看来都要超过了 超过的话 但是你不能自主创新 你还是这个 你老是搞这个 靠搞靠加工 是吧 这个那就不能就是变成一个大墨西哥 大家将来有机会去美国的话 肯定还有机会去墨西哥 墨西哥就是一个 自己什么都没有 人均一万美元 没有用的 国内也搞不好 对外也搞不好 美国的经济殖民地 军事殖民地 教育殖民地 文化殖民地 什么都是殖民地 第三呢 就是我们中国能够自主创新 能够全面赶上世界先进水平 真正重回世界地 因为这个对你们特别好理解 因为你们是航空航天大学 我们这个学校 从创立到今天 就是为了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而设立的 不要不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我们这个学校解散算了 是吧 但是中国还有很多其他大学 还有很多其他的企业各行各业 他们压根就没这个感觉 说我们合着还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我们现在比美国落后30年 这不是挺好吗 活得这么好 你干嘛你 你想干什么你是吧 所以这个不是不是对你们很容易理解的事 有的人不是很容易理解 那么如果打这个我的强国梦 那么如果这个要走第三条道路的话 中国应该怎么办 所以我08年写了一个30篇的长文 因为我在美国有一本著作就叫中国 就叫做 The Structure and Evolution of Chinese Social Certification 就是中国社会分层的结构与演变 然后出中一本的时候呢 已经08年了 所以我就写了个30页的长文 作为这个序言 题目就叫 我的强国梦 中国重回世界第一大战略 大概一共30页 强得很 这个在放选记第一卷了 它是一共九个部分 结果最近很多人说 说你 说你这个文章是不是最近改了 你怎么叫我的强国梦 你这是像 是不是靠拢习近平 还真的不是 我08年就是这样写的 所以是碰巧了这个 完全是巧合 这个今天肯定我就没时间讲这个了 所以就是说 首先呢 就是刚才第一个部分我就讲 就是我们现在讲这个 人类社会到了转折点 第二个就是要建立世界经济强国 这个 我们现在这个大国并不见的就是强国 这真是这样 就是要一切 要从一切向前看 转向到一切向自主创新看 在各行各业 用中国自己的品牌 能够夺回国内市场 走向世界 你看这个汽车 是吧 这个 现在国家 我们路上原来 跑的车 90%是外国车 这几年好一点 有了什么 奇瑞呀 还有什么什么 你别看这几个车 一下就把中国的这个 国产国有率 在中国这个市场上 就达到30% 但现在还不行 现在这个 我原来 我原来说话是比较确得的 我108年写那个书 我就直接说 我说你们这党政军高官 都坐进口车 我说你这全世界是没有的 我说你在任何选举的国家 坐进口车的 这个人就不要选 特别是我说 没有听说过世界上 哪个国家军队 坐将领 坐进口车 我原话就这么写 哎呀 结果这个 这现在真是搞成了 前年 年底还是去年 咱们国家全军带头 军队 500万 现在不是500 300万解放军 将领把进口车 全部收邀了 然后今年年初 好像拍卖 军队已经把所有进口车 拍卖 我估计下一步 中央机关和各省 省委省政府 很快 也要搞 对吧 你这个 你这中国领导人 你省部级上领导人 怎么能做进口车 那刚好在15年 现在这个 那个什么出来 红旗H7 2015红旗H7 我是 我刚好那个9月16号 给那个中国石油石油化工 给他们讲 跟你们讲的内容一模一样 他们接送我的时候 就开了一个红旗 吓我一跳 我说 你怎么开红旗 现在都普遍用这个 从今年开始 大家还要开始换车了 用红旗 开始用红旗了 哎呀真好 我高兴坏了 我说中国人总算开始 因为这个领导要带头 你党政军领导 国家领导人 省长 省委书记 你不带头 坐中国车 谁坐 是吧 再来就是 自力更新 建立世界军事强迫 这个也挺 挺麻烦的一个事 就是 关于建军大战略的问题 这我也是08年开始 因为这个96年以后 中国向国内外宣布 中国的军事国防大战略 是打赢高科技条件下的局部战争 这个你们可能 你们那时候还上小学吧 可能听说过是吧 打赢高科技条件下的局部战争 我是不同意的 我就一直认为 我08年我就说 我说中国长远军事大战略 因为我上小学的时候 中国的战略 就是深挖洞广机梁不称霸 准备大打 早打 打核战争 准备迎接第三次世界大战 我从小就是受过这个教练 结果那时候也不用打仗 其实也和平 听得好 所以这个 我倒是觉得 我个人从08年开始 我的意见 我个人看法一直是这个 就是 是不是中国的国防经济大战呢 应该叫做 面对强敌 打赢高科技条件下的 全面战争 是吧 我看你们现在就在干这个 不过现在嘴上不说吧 是吧 一旦20星肯定不是为了高科技条件下局部战争 局部战争要一旦20星干什么 是吧 然后就是要建立中国自己的太平洋舰队 印度洋舰队和大西洋舰队 要在这个太空和空中实现中国空军的这种全球常态常规战略训啊 对吧 听说要改八大军区了 就早都该改了 要八个军区干什么 美国 美国就是美国拥有六个军区 美国整个是一个军区 其他五个军区都在世界各地 亚太军区 中东军区 欧洲军区 中国们慢慢也要走这条路 是吧 我想这个一旦20星 就是为这个打前战 这个在货币战争 这个不用讲 我们要赶快人民币 这个要要 因为美国霸权是三大霸权 它是美国经济霸权 美国军事霸权 美国货币霸权 所以要是人民币国际化以后 美国就只剩两个了 然后建立世界政治强国 建立要改革户口制度 要笔学赶帮潮等等等等 那么在下面 我们就讲一个社会学的远景 因为我是搞社会学的 那你觉得 中国应该建立一个 什么样的中国社会 我就认为到2025年的时候 中国应该建立这样一个社会 就是简而言之 一个中国人生来就享有免费 读中小学的权利 读到高中毕业 不是读到三年初 不是读到这个 九年是读十二年 如果学习好呢 从小学到博士 国家都包了 是吧 因为你高考嘛 高考我建议 找六十万的奖学金 因为我是七八级的 我们七八七九级的时候 全国每年招生是二十万 现在每年招生是六百万 你们比我们多三十倍 那时候国家很穷很穷的 省军级干部都打不定 省长省委书记 衣服都打 因为毛泽东中来都打不定 所以省委省长书记 根本就不敢不打不定 那个穷得很 但是那时候国家呢 他包二十万大学生 你从上大学第一天到毕业 国家包了 不用交钱 我是国家包出来 九三年不开始交钱 那我也不反对 谁也不能养七百万大学生 每年 是吧 但我建议六十万 就说我们是不是可以建立全国 首先是要赶快废除这个各省同考 这个混蛋支持这个事情 恢复全国同考 这样北京上海 谁都没有优惠了 大家都一个一条线 然后在全国同考以后呢 就是要设立六十万的这个奖学金 全国每年高考前六十万 你就给人家包了算 七八年都能包二十万 这都二零一几年了 你还包不了六十万 看什么玩意 基本就不值几个钱 然后这个 包了以后这个 然后这 硕士就不用说了嘛 对吧 我这个 我当时我还专门写了一条文章 他们到处在转发 我这都忘了 就叫建立中国三大奖学金 对吧 这个 就是本科前六十万 硕士前十万 博士前两万 国家都包了算了 要不了几个钱 根本 我算了一下 我还算了很细那边 一共要才几千亿 四千亿好像 然后呢 他现在每年的高教经费 都已经都三千亿了 等于再多放一千亿 还是多少亿 反正 反正是够的 不对不对 我说错了 高教经费 现在超过这个钱 好几倍 一万多亿 具体数字 我现在是不在手上 你们看我那篇文章 就叫建议尽快建立 国家三大奖学金 我算的账很细的 只是把现在高教经费的 一小部分拿算就够了 但关键是我刚才说 就是你要建立一个 中华人民共和公民 他从生下来 一直到博士毕业 如果他是个人才 他不用考虑钱的问题 这在美洲都是这样 你在美洲说我平民学习 学习好 那还筹钱吗 是吧 那你钱都追着你走 你看你看他们都挖到中国来了 是吧 你看中国每年高考各省 现在分省高考 什么理科多少钱多少名 文科钱多少名 半夜啊敲门啊 打电话啊 我是什么香港理工大学啊 我是香港大学啊 你到我这儿来吧 你需要可好了 我每年还给你六十万 是吧 因为好学生 你不挖都跑光了呀 是吧 这个 这说到哪儿了 对 然后工作之后 失业了就有失业救济 是吧 生活困难有低保 老了有养老金 生病了呢 有最低的这个全民健保 这个买不起房子 至少还租得起 是吧 你能租这个连租房 这个失业救济最低健保 标准都不高 钱都不多 连租房面子不大 不会因此养满汉 但是呢 这个 因为这个欧洲 这个为什么拖垮了 因为本来没准备讲 大家可能知道 就是每日我比起来 欧洲的社保是最高的 这个把欧洲拖垮 所以中国绝不能走这条 这个失败道路 所以用这个习近平的话讲 就叫学有所教 劳动的劳 劳有所得 并有所依 劳了以后 劳有所养 住有所居 就这样 这是 我觉得这是应该是一个 长远的一个 中国社会发展的总目标 下面麻烦你打一下 那个国际形势 哦对对 七点开始讲 对 19点38 那么国际形势呢 要讲 从现在起到2025年 超过美国之前 国际形势是 好的不得了 这个都是叫碰上 这个本来在2000年前后 这个布什这个新班底上来以后 当时美国就已经知道 中国总之要超过美国了 他们就已经准备像重返亚洲这样 从全世界 把这个军队全部抽出来包围中国 结果世界上出了个人叫本拉登 很偶然 结果本拉登搞了那么大个事 是吧 现在确实查明 本拉登都不知道能出这样的事 本拉登是准备炸掉前面最上面的三到五层的 本拉登都不知道能把两个楼能炸他 结果这个居然能撞他 结果把两个楼给撞他 这个那你想那美国就要花十年时间了 对付本拉登极其势力 对吧 就搞到2010年前后 打伊拉克战争 打阿富汗战争 结果都打数了 是吧 大家都知道 在伊拉克死了5000人 美国人是很难死的 美国士兵是很难打死的 因为你放到世界任何国家都已经打死的人 美国都能救国 所以打死这5000美国人背后是两三万重伤 是那个重伤员回美国是封锁了 不许任何人看到 没有胳膊 没有腿 没有眼睛 没有鼻子 没有耳朵 甚至没有脸 美国要花巨额资金 要治疗他们 养他们一辈子 打伤一二十万 轻伤一二十万 美军一共才一百万陆军 全部放到那儿 后来都不够 把国民警卫队都调过去 阿富汗 阿富汗是死了1000人 1000人后面重伤一两万 轻伤也若干万 把美国的军费 从4000亿美元 打到8000亿美元 完全打不下去 难以为及 所以为什么奥巴马能当总统 因为当年入侵伊拉克的时候 全美国102个参议员 只有三个人投反对票 奥巴马是一个 所以奥巴马资本特别大 你们完全搞错了 现在该我了 所以奥巴马回上来以后 用花的主要的力量 就是怎么样能够跳出来 因为要跳出来 有个前提 就是要抓住 和打死本拉登 所以这个 打死本拉登的第二天 全世界战迷家都明白 新的时代开始了 因为奥巴马原来想撤 撤不出来嘛 因为国内洋力大 现在打死了 他第二天就宣布 全部撤 结果撤了以后 撤太快了 撤太快了 又出了大事 是吧 那么他呢 撤回来以后 就是集结他60%以上 军事力量 向全世界宣布 冲返亚洲 是吧 环绕中国 制约中国 大举复制日本军事力量 公开支持菲律宾越南 给我们又造成一个 很大的战略压力 但是最近两年 大家知道 那美国出事了 是吧 出两个大事 一个就是乌克兰的事情 42 那可以说两句 乌克兰这个事情 不是奥巴马搞的 是一个很小的官员 美国大家知道 我们有外 世界各国都有外交部 美国也有外交部 但是不叫外交部 他叫国务院 为什么这个 你们以后自己慢慢学 不知道就算了 反正美国的外交部 他不叫外交部 叫国务院 然后他的这个 美国的各部呢 跟全世界不一样 他只有一个部长 他没有 没有Vice 这个 什么这个 Secretary 美国的部长 叫Secretary 美国所有的部 都没有Vice Secretary 我们有时候 翻成副部长 那就是翻译错误 他只有这个 assistant Secretary 然后有三四个 每一个这个 部长下面 有三四个 assistant Secretary 然后在这下面 又有十几个 叫 Secretary Assistant 那就叫我们有时候 港台把它翻成部长 帮办 大陆都不知道怎么翻 那个官就极低了 叫副司局级干部 美国有一个副司局级的 外交部的美女 外交部部长帮办 年轻的 长得像个模特一样 又苗条又漂亮 他是负责东欧事务的 那个 普京在开这个 索契奥运会的时候 乌克兰反对派闹事 要推翻宪政权 你想那 普京在开索契奥运会 普京这个事情 准备了好多年 想长脸的时候 就跟我们开奥运会一样 不愿意跟人闹事 就派人去跟那个 还是 还是 欧 欧盟 乌克兰反对派 乌克兰政府 和普京代表 四方 谈了个协议 就说不要闹了 不要闹了 算了算了算了 你看你们要什么 给你的 是吧 好了吧 算了算 就算了 就大家签那个协议 就算了 但协议签了不到 四十八个小时 就这个 就我刚刚说的 这个美女 这个 连副部长都不是的人 负责东欧事务的人 给那个 跟那次那个 那个格鲁加战争 一模一样 那去上校 就给人家打起来 结果他就给人家说 不听他这一套 乘胜追击 把他们推翻 这反对派 就政变了 这个 就把武汉政府推翻 亲俄政府 那么大家知道 普京一直做着那个 俄国复兴的大梦 是吧 因为俄国91年 解体的时候是15 解体成了15个加盟共和国 除了俄罗斯以外 其实最大的就是乌克兰 其他都很小 那么他就对乌克兰 花了极大的人力物力财力 想拉过来 拉到自己一边 结果这次 被人家彻底搞走 上来的人是极端的 仇恶势力 反恶势力 所以普京 最近他给全国人民讲 他说 我就是在那天晚上 下定决心 拿回克里米亚 克里米亚是一个 世界战略要地 你们将来学 有时间随便 在街上买一本 世界史看一看 第一次克里米亚战争 第二次克里米亚战争 第三次克里米亚战争 多少国家在那 历史上 几百年打得 十几成山 雪流成河 好不容易俄国拿下来 最后赫鲁晓夫有病 他五十年五几年时候 庆祝俄乌联盟三百周年时候 说咱们联盟三百周年 我送你个礼物吧 我把克里米亚送给你 结果苏联解体 之前有没有想着 先拿回来 这个骨梗在头 苏联的庞大的舰队 庞大的驻军 住在外国的基地上 根本就是外国国 搞不下屁 但是你要如果是兄弟还好 如果他是个敌对国家 你一个强大舰队 强大军队战略要地 住在敌人的国土里 你怎么活 所以普京说 我从那一天晚上 我已经决定要拿回来 所以普京你想 玩了多少花招 最后把人家吃下来 吃下来后 那你就要把马这个脸往哪放 你身为美国总统 和平年代 叫俄国人居然用武力 把克里米亚夺回去了 这简直是 这欧洲各国领导脸都没块放 所以美欧就合起来制裁普京 所以 现在大家看 普京最近又出兵叙利亚 这个 实际上是乌克兰的延续 所以那好多文章写一箭多雕 都是说 首先他出兵叙利亚 大家都明白 首先不是冲着叙利亚 是冲着现在美欧对俄的全面制裁 以及可能要升级的制裁 你要敢升级制裁老子 老子就在中东把你们全部炸死 他就这个意思 他出兵第一天 他根本就 他出兵第一天 根本就不去炸伊斯兰国 他炸的都是美国欧洲支持的 反那个 那个 那个叙利亚政府的阿萨德的那帮武装 把美国气坏 他这个 但是那他说我反恐啊 我在反恐啊 我跟你一样啊 我跟你就是很好的呀 咱们赶快联合吧 联合反恐啊 多好 反正这个 这个 由乌克兰问题引起的美欧对俄制裁 他们老以为制裁制裁 就会把俄国经济搞垮 会把普京声望搞低 会把普京逼得让步 这些人这个 这个美欧的领导 这是 基金格讲 基金格讲 安培是个强势领导 但是美欧领导现在都很差 唯一的一个默克 也是中等偏差 其他人都差得要命 我说实话 这全部加起来 不定十分之一个普京 根本不是对手 普京就这么小一个国力 你自己看那张表 普京多大一点国力 对付你们十个国家联合起来 超过我无数倍 游刃游余 这个让人感到有那种 当年毛泽东的那种感觉 然后第二个 世界上最万万谁都想不到的事情 就是出了个伊斯兰国 他这个是逊尼 这个这个就 今天本来我以为没时间讲了 没想到现在才七点四十八 这个 他这个 他这个中东是这样子的 就是他那个都是阿拉伯人 他们都是穆斯林 就是穆斯林就是 信 伊斯兰教的人 就叫穆斯林 他们这些人 他又分成两派 就是逊尼派和这个 苏尼和这个 什叶和什叶派 这个 逊尼和什叶 他们几百年来 为一个莫名其妙的事 好像是兄弟二人 怎么怎么样 他们是 是兄弟二人 老大是一个老 是逊尼吗 还是反正一人弄了一个 逊尼和这个 什叶 然后就一直仇杀到现在 他们彼此之间杀的人 比别人杀他们的人多很多倍 到今天也完不了 所以现在这个 现在的情况就是 伊朗政府是 是这个 什叶 是吧 新上来的伊拉克政府 是什叶 我早知道现在这么方便 我还不如打个 中中壁图 你给我打出来 然后那个 叙利亚的这个政府 现在是 是什叶 沙特的这些是逊尼 是逊尼 这个伊斯兰国这帮人 全部是逊尼 所以这个 现在这个表面上说是反恐 他实际上 就是两大教派之间 七百年来这个战争的一个 新发展 因为这个 什叶派的萨达姆 把这个 我说错了 逊尼派的萨达姆 统治什叶派 统治的比较残酷 所以什叶派 在美国打倒这个萨达姆以后 在伊拉克掌权以后 不懂事 你本来应该和解了 是吧 你们原来 你们的头萨达姆上台的时候 把我们往死里整 我们现在当权了 你看我们 我们跟美国人一样 我们自由民主 我们自由平等 不爱 我们你爱我 我爱你就像老鼠爱大你 是吧 这个我这个 我们好好一起过日子和谐 是吧 结果他笨得很 他们上去后对这个 逊尼派报复比较厉害 所以在美国要推翻 叙利亚的阿萨德的时候 我记得非常清楚 在美国 那个共和党的那些领袖 天天在那个电视上骂奥巴马 你干什么吃的 还没有推翻这个阿萨德 为什么不给反对派武器 为什么不给他们钱 给他们人 给他们钱 给他们枪 给他们什么都 给他们一下推翻算了 很委婉的这个白宫啊 还有这个博物院就说 说成分复杂 成分复杂 反这个阿萨德的人成分复杂 不敢随便给钱 不敢随便给钱 骂得压不复杂 不行 给了 全部都给到这个 埃塞的手上 给到这个伊斯兰国手上 把美国的钱一拿 枪一拿 哗的一下横扫 首先把其他的反这个阿萨德的势力 全部吃下来 最后高举其志 我是最反美的 最反西方的 就跟那个 跟那本拉登是一模一样的 因为这些人他是 他有更大敌人的时候 他说你是我朋友 他只要把你钱和枪拿到手了 他地方 现在伊拉克已经一分为三了 就是逊尼 苏尼 什叶 逊尼 什叶和库尔德人 三大半 库尔德人不是省油的灯啊 库尔德人他有两千多万人 现在分散在六个国家 他们也是已经二百年来 做梦要成立自己的国家 这两天 他们在土耳其首都搞了个大爆炸 没有一个是省油的灯 所以捅了马蜂窝了 撤都撤不出来 现在再加上普京再进来搅一下 所以我觉得出了这两件大事以后呢 给中国又能带来十到八年的战略宽松期 你看日本人退得很快 前一天日本人逼中国 逼得很凶 他怎么这么退呢 我觉得就是跟着两件事情 伊斯兰国事情一出 日本对华退得很快 日本是有高度战略指挥 你看 不行 美国顾不得你 美国真的顾不得你 所以呢 当然也有人不同意见 中国外交部啊 外交部的有一个政研司 他们现在叫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 他们的官网大概两三周以前我看有一篇文章 标题就叫伊斯兰这个事情 乌克兰的事情对中国不见得友好 就跟我这个观点完全相反 我就认为 因为这个欧洲嘛 把美国一只手拉过去了 中东嘛 把美国另一只手拉过去了 他想来环绕中国就困难了 但这篇文章不是这回事 那不是就不是吧 反正这个 这个大家讨论吧 下面呢就是讲 国内了 国内呢 这个 近平同志上台 大概三五个月的时候 每日有报纸都在说 说中国新上来临的人叫习近平 原来都没有听说过这个人 不知道这个人是个什么人 他要干什么 然后突然有一天 我记得很清楚 那个New York Times纽约时报 纽约时报是美国和西方世界第一大报 用一个大概接近整百年的位置 就报道了一件事情 就是说习近平到那个广东去视察了 然后中央电视台也播了 习近平跑去这个 给穿了一个那个不带领章冒灰的那种军装那种 那种泥子那种衣服 底下站的是广州军区什么这个 富士纪以上干部吧 另外还有一些地方党政干部 他就站在那 那天不知道高兴还是怎么 就讲了三四十分钟 然后那个中央台和那个什么广东台都说 习近平同志今天亲切接见 党政军领导干部 他有个讲话讲的什么什么什么 其实他一个字都没讲 那是他的讲稿 中央电视台播的什么那个内容 是他讲稿内容 他其实另外讲了一套话 讲了一套话以后呢 结果中国现在因为里通外国的人很多 也保不住密 没过多久就要香港净报全文发表了 我说的这个就是纽约时报 每周所有报纸都把香港净报的这个 习近平讲话全文 他不能登全文 因为美国人听不懂习近平讲话 他就翻成英文 美国人也听不懂 所以他就是引用一段解释一段 引用一段解释一段 他就说这个 从今天开始 我们就完全彻底的知道 习近平是个什么人 他想干什么 这个就是那个现在你们的网上看 中国右派朋友们 天天攻击习近平的这个汉子说 那总之就是习近平说 我们的首要任务 是要保住红色江山万年城 绝不能出戈尔巴乔夫 出个戈尔巴乔夫 土崩瓦解万劫不复 所有的建设 所有的改革复之一绝 他说而且我们特别要知道 还要想一想苏联怎么垮 他说苏联 你看那么强大的苏联几十个小时就垮了 他垮的时候 苏联几百万苏联军队 没有一个军官和士兵站出来说 我要保卫党 保卫苏联 苏联两千万共产党员 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 我要保卫国家 保卫党 没有一条汉子站出来 没有一条汉子站出来 我们今天绝不能出这样的情况 我们一定要加强党的建设 加强政府的建设 加强军队建设 绝不能出现这种土崩瓦解的情况 这就是著名的汉子说 这两三年我在国内跑一些地方 就感到和以前不一样 中国出了个习近平 我有一个很尊重的老同学说 又出真命天子了 中国又出真命天子 好不容易 国家之福民族之福 你看看这个队内 你抓周永康 郭伯雄 许才博 令计划 你看看这四个人都是什么职务 说实话 那个林彪跑了以后 抓了个黄吾李秋 黄吾李秋是什么 一个总参谋长 一个总后部长 一个空军司令 海军政委 你想那官都很小的 然后毛主席死了以后 又抓了个四人帮 是吧 一个王洪文 一个副主席 还是个挂名的 两个政治局委员 还是搞文化的 江青还就是个 啥也不干的 你看你这次抓的四个人 你想你想一想 抓这个常委 抓了两个军委副主席 一共才俩政委 你说要有七个八个军委副主席 你抓两个那是一回事 一共就俩政委副主席 全抓了 还抓了中办这个主任 而且是中办十年老主任 这个确实是 对内呢 对外呢 大家知道成功设立 东海防空识别区 最近又成功完成南海田岛 因为我是文科的 我算账很差 我也不懂 我就拿土石方随便一算 我说这个南海田岛 大概花了1400500亿吧 结果这两天马上说是2800亿 2800亿 填了一下岛 接下来就解决南海问题 现在刚把岛填完 我估计再花个两三千亿 再搞个两三年 是吧 你们都比我还数 你们都知道怎么打仗 是吧 肯定我想第一个先把那个 大卫星的那个激光武器 先竖起来 对吧 是吧 然后再把这什么 地对空导弹 地对舰导弹 现在那再布起来 是吧 然后这个 把码头建起来 这样最后把那个 旅游的这个旅游的游轮 也可以搞起来 是吧 大家以后有钱 可以坐着游轮 游一下祖国的南海 搞上十年以后 就搞南海防空时间区 是吧 这个亚投行 你看 搞得这个英国 德国 意大利 突然都叛变美国 全部都参加 这个亚投行的成立 是按佐利克的话说 是世界经济史 和世界金融史的一个 转折点和里程碑 这是千真万全 老实讲 有了亚投行以后 这个什么TTP 这个都不是个大事 这个再加上这个 一路一带 现在也起步了 是吧 最近你看 还搞了个阅兵士 给他这个 给我们西州 起补了一个登记大点 这个 这个你要是三年以前 你在中国搞社会调查 很普遍的 好多人就说是 共产党完蛋 日子去之可说 然后 有钱有事 有权的人 好多人都安排后路了 都在 都把钱啊 什么子女都送出去了 那么你现在出了 习近平以后呢 现在国际上 首先每日都比中国人快 他马上就认为 强人出来了 今后十几年 中国稳定 我们就要按一个 稳定的 强大的中国和中国 打交道 这更没有说 这次访美 这次访美 这个习近平 真是这个 他跑到人家西雅图 去召开美国的 省长省委书记会议 这个 美国报纸都说 这现在都快大选了 这奥巴马都找不来 这几人开会 然后又跑去开了个 美国大企业家会议 美国人说 这是美国不敢 说这家伙 这比我们这搞竞选的 还有钱 国力也强大了 人也能干 所以这个 那么 我个人认为 当今中国到 今后的这个 主要的危险呢 就是 一个是苏联化的危险 我最近 刚好在最近 不到两个周前 我刚写了一篇 我非常满意的 写的特别好的文章 就叫 普京上台前的 俄国是炼狱 好多网站转发 好多军事网站都转发 你们可以看看 第二个就是 印度化的危险 这个 我就说 你们这个 没时间看书啊 花一两个小时 看个电影 很清疼的 印度的话 你们看一个 很新的 也就最近两三年的 一个印度大片 就叫 无法避免的战争 非常好 你把你们 没钱旅游 印度的 你花钱把这个 不用花钱 花几分钟 把这个电影看一下 就等于旅游印度 还有一个拉美化的危险 很可怕 那个是十几年的老电影 叫这个天堂之城 我还没去过拉美 我是一直说去 一直没没 没机会 我最近要抓紧 那么下面呢 看下面这个 成就辉煌问题严重 这个习近平同志 反复强调说 说不能否定 两个三十年 既不能否定 前三十年 也不能否定 后三十年 既不能前三十年 否定后三十年 又不能后三十年 否定前三十年 这个意思 你们都听不懂 不懂就算了 这个前三十年呢 就是有辉煌成就 但是也有 大约进文革 这样的严重失误 那么后三十年呢 我们有辉煌成就 我们都世界老二 要当世界老大 就是辉煌的成就 但是和前三十年 一样 我们也有缺点错误 失误 甚至也有严重失误 你比如说 两极分化 是吧 你比如说 党政军上中下层 出现了以周永康 徐才后 郭伯雄 令许化为代表的 大批贪官 再比如说 社会一些不公平 不公正现象 非常严重 那么这些严重的 这些社会的 不公平 不公正现象 我先说一下 我这个讲稿 它是很长的 是准备讲两三个小时 我们今天只讲 一个半小时 反正讲到八点半 我们就停 我们就开始互动 讲到哪就停了呢 所以大家不要介意 我说了 反正这个稿子 就在他这 你们想要 你们拿起就行了 是吧 然后呢 那么后三十年 我们这个党和政府 犯的这些缺点错误 失误和严重失误呢 就是党和政府 在中国大陆的 一定时间 一定空间 丧失了人心 那么 应该说 比前三十年更严重 前三十年的时候呢 虽然有严重失误 但那时候党和政府之间 党和政府和人民之间 关系要比现在好很多 所以我们用 你们都喜欢量化 我们猜 我们 我们这个假设一下 是吧 这个假设一下 我们说那时候 大概和人民群众 和党和政府 和70%的人民群众 是雨水关系 和30%的人民群众 是油水关系 那么近年来呢 我在这个新疆 西藏 青海 陕西 东北三省 山东 河南 山东 河北 湖南 广东 广西 海南 等地 我都去 这个想办法去调查 调查 社会调查 推测一下呢 那么在 到近平同志上台之前啊 党和政府和人民群众 什么关系呢 现在你恐怕 雨水关系 百分之一都没有 百分之一都没有 在大部分地方呢 应该是油水关系 就油和水 你们懂吗 油浮在上面 水 老百姓是水 党和政府是油 在有些地方 是对抗性关系 每年所谓 9万次 还是12万次的 群体事件 相当于 有一些人 那么具体 如果你们想看电影 我推荐一个 特别好的好电影 获了很多世界大奖 三年的中国好电影 叫天注定 网上到处都是 我觉得天注定 大概就是 近平同志上台以前 中国社会 在一些事件 和一些空间 党和政府 丧尽人心的一个表现 那么为什么会有 这个雨水关系 当年呢 现在 现在你们 你们也不懂 你们现在才二十几岁 所以三十年前 四十年前 是什么样子 你做梦 你们也想不出来 所以现在都要靠这种 四十五岁 五十岁 五十五岁以上的人 回忆 想一想当年 这个党和政府 他在犯了那么多 重大错误的情况下 他怎么还能保持 和人民群众的 雨水关系呢 所以有时候 现在有人就研究 这个七五宪法 七五年的时候 毛主席七六年死 毛泽东 周恩来 朱德 都是七六年 一年死 一年去世 七五年开会 开这个四季人大的时候 那总理还上 做报告了 四季人大报告 那时候我还上小学 他这个 就制定了一部宪法 这个宪法 八二年废除了 他这个宪法 是规定人民群众 有自由的 很多种自由 言论自由 出版自由 结社自由 迁徙自由 就全世界所有宪法 规定的人民自由 这个宪法都规定 毛主席还嫌 远远不够 毛主席说 人民还不够自由 他专门创造了一个 全世界哪个国家 都没有的自由 叫四大自由 叫大明 大放 大字报 大编论 所以十年动乱 我们现在很大成长认为 是由这四大自由组成 搞起来 什么意思呢 他就说 南航的任何学生 我明天早上可以用一张 很大的纸 这个纸你们现在都很少见 大概就这么大 这种白纸 或者是不怎么白的黄纸 到处都有卖 你可以就写 你说党委书记 我认为你是个坏人 你干了楼下坏事 然后往他门口一贴 这个东西叫什么 叫大字报 你们对校长也一样 对你们校长 党委书记 你觉得你干了坏事 我哪怕就是个学生 我们宿舍几个人 起个稿子 我把这个移动就贴到里面 说你是个坏蛋 你应该认罪 你应该检讨 你应该给我们交代清楚 中学生可以给中学校长贴 小学生还可以给小学校长贴 工人可以给厂长和党委书记贴 大字报 大名大放 大字报 大辩论 说你要不服 不服咱们约咱们的学生二十堂门口 校长你到二门口了 咱们七点钟见面 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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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行是为 学生有罢课自由 工人有罢工自由 好了 我贴了三天大字报 我警告你 你要不回答 明天我们全班罢课 哇 那把中国都搞乱了 所以十年动乱 搞乱是搞乱了 但是党和政府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倒是不坏 这个你能明白吧 你想你这种关系你怎么搞坏了 你书记校长整天来给你问谈问暖问几苦 你整天可以给书记校长贴大字报 那你不可能仇恨他们对不对 你接不了仇啊 是这样的 那么而且当时官战长和老百姓手上有枪 当时解放军是五百万 人民手上两千八百万条枪 好枪 不是不是玩具枪 是真枪 是好枪 给子带子弹的枪 而且还有手榴弹 还有地雷 冲存枪 城市的民兵是机关枪 上海有高炮民兵师 高射炮民兵师 他呢 这个我后面讲 我今年六月 同样这个讲稿的六月份 在西安讲 主持的是我的这个 本科我们班的老一个老哥 他讲完以后 他说李毅啊 他说你年纪小 我61年了 他退休了 他今年退休了 那多大 那他是55年 他说你说的那个枪的事 我跟你说 他说我是个农 他说你是城里小孩 城里挖 我是农村挖 我是农村人 他说我告诉你 我小时候 我隔壁就是个机干兵兵 我经常就到大家摸枪 枪就在那个墙上挂着 五发子弹是上膛的 半自动步枪 五发子弹是上膛的 你想一想 那时候怎么可能有 干部弃压群众的情况 你干什么玩笑 因为你 他给我回忆 这是今年六月 他给我说 他说我告诉你 你没见过他 他说你是城里小孩 我小时候 我们那时候的乡长啊 乡党党委书记啊 就现在公社 公社书记和公社的隔壁主任 就是一年到时候 七个自行车 带个烂草帽 七个自行车在各村来 转啊转什么 我是82年工作的 我还下过农村 我做过省委工作队 我还是吃过派饭 我们省委的人到市场 市场给我们吃个饭 送到县上 县上给我们吃个饭 送到乡里 我们就住在乡里 省委工作队 后来我说 我要去你们最穷的村子 看一看 应该派我去 来以后 那就叫吃派饭 轮 今天轮到谁家 全村就那么几十户 不能只在谁家吃 不在谁家吃 这个就不是革命党 对吧 革命党要 每个人都要吃到 吃到你家的时候 你家吃什么 他绝不会跟你说 哇 省上来的干部了 我给你做点好吃吧 门都没有 我吃完你就吃完 你吃完 你还单单饭 还要给人家交 有的是地方一毛五 有的是两毛 四两粮票 两毛钱 四两粮票 两毛钱 比他要在饭馆吃 比这好多了 吃农民的饭 三桶啊 干部每年 三分之一 从吃同住 从劳动 你就是工厂的 党委书记厂长 你要跟工人 起要劳动点 你不劳动 不劳动 把你抓起来了 你地方的干部 你不劳动 把你撤了 所以他有去套这种 当年的那个办法 现在就不行了 现在大家知道 买菜刀 要这个 要 要 要身份证 我五月份 在北京 专门为这个事情 去试了一次 我到一个超市 说 我说我要买菜刀 哎呀 那个整个走离 他那个过程 今天没时间讲 都是八点十一了 然后我那个 去年十二月 我在新疆 我是第一次去新疆 新疆 去新疆 然后把你拉到天池 看新疆天池的时候 这个旅游车的司机 我就在跟 我刚好就跟这个团友 聊这个发腔的事 就刚才跟你讲 哇 那个司机给我说 哦 他说你讲的不对 他说我讲的不对 哎 我说你 他说我那个 小时候就给我们家发腔嘛 他这个哈萨克 哈萨克的天池 原来都是牧民 现在天池 成了旅游区了 把他们的牛羊都收了 让他们开着油车了 哎呀 他就根本不是 你讲的那样 那个 他说我们那时候 这个地方没有公路 他说那个公社呢 他说是拿牛车 牛车 几个牛车 下面拉的 全是腔 子弹 手榴弹 还有地雷 他住在帐篷 在挨下 发枪 喂 你这样来 来来 来一枝 一加 一加一个好枪 子弹 能拿去尽量多拿一点 多拿一点子弹 他说 还有手榴弹 有的人说手榴弹 我怕帮我自己炸了 不要 哎呀 拿几个 拿几个 他说那个地雷 他说还让我们拿地雷 他说 谁会用地雷吗 他说我们都不要 这我去年十二 我都吓一跳 他说那时候这个 那个那个时候我们和政府关系可好了 可好了 那废话能不好吗 我还没想到 那跟我们都是新枪 油的上面 难踩的很 那枪上好多油 都是新枪 因为当然那是反苏嘛 我们准备和苏联打仗了 那新疆天臣呢 就按战备区 哎 有时候你家给拿鱼 你家两个男人吗 拿两支枪吗 拿两支枪吗 这样子 你看新疆现在为什么 引足矛盾这么激烈 他为什么没有搞好 所以要有时候要反思一下 你是把人家当什么人 对吧 你想我有这种党和政府 把枪和子弹 硬往你家送 你还恨我吗 你恨我什么事情 对不对 我整天问你 你看我还能问你干什么 对不对 所以这个 我们今天绝不能再搞文革 绝不能再搞左的错误 这是肯定的 但是如何恢复党和政府 和人民之间的雨水关系 这个东西还是要思考 要研究 你们这一代人要好好想一想 除了官员财产公事 和党员遗产限额以外 还有哪些制度 这个新疆西藏 大家都知道 这些年来出事不少 是吧 我有一个文章 叫要安置违汉双语大学生 到内地大城市就业落户 因为我去年一年去了两次西藏 去了一次新疆 我这个有一些想法 台湾呢 从去年九合一选举第二天 国民党大败为止 台湾正式进入了蔡英文时代 这个根本都不要想了 去年不是 今年这个选都是走过场 就是蔡英文 百分之百就是 所有人都是输 看谁输的多 输的少吧 那个我在2011年 就写了一篇文章 你现在网上一打就能看到 叫蔡英文这个人 非同寻常 2011年写 我当时就说 我说 我文章我就说 我说蔡英文最迟 2016年上海 你看眼睁 你这现在随时打 网上有这个 另外这个 台湾我还有另外两篇文章 好 之前早上写重了 那么香港呢 大家知道去年出了 大事了 是吧 我们这个 我们奋斗了多年的香港政改方案 在香港立法会 以8比50多票 被否决了 先是占中 是吧 制示威 然后是 我们大陆的这个方案 被彻底否决 然后就是这个 你看 最近有看文章 传的很厉害 叫别让李嘉诚跑了 这个是骂人的不好听 但有看文章特别好 叫做香港经济豪门化 与内地经济权贵化 相辅相成 这上周的文章 这个 我想把香港的问题 讲的也比较清楚 香港问题就是说 我们在 这个97年回归的时候 有一个犯了一个重大的错 在依靠谁的问题上犯了错 大家知道有个电视剧叫潜伏 听说过吧 那个 那个 这个 我们在香港潜伏了 五六十年 以毛泽东周恩来的那种能力 我们在香港 布局 布了五六十年 可以说老中青三代 在香港 巨大的一个潜伏 全公开的 半公开的 彻底地下 那么97年以后 我们回收香港以后 我们用什么人来治理香港呢 当时大陆就两种意见 一种意见就是说 我们要用我们自己人 你们看北平 无战事 对吧 我们有强大的地下党 香港更强大 搞了好多年了 搞了几十年了 你想从49年 49 59 69 79 89 99 在香港潜伏了50年 庞大的 我们自己的一个极其庞大的力量 然后国内有人说 这些人坚持不能用 说这些人都是落后的 保守的 思想僵化 不改革开放的 甚至还热爱毛泽东的 这种人 我们现在要改革开放 要走世界化 什么什么什么世界阶段 用这些人 只会把香港搞坏 那你说用谁 我们要依靠 以李嘉诚为首的 香港大自民家 那这两派斗 最后 后面这一派 胜利了 所以我们香港回归以后 把我们50年 花50年 毛泽东中来布局 50年的 这香港这套潜伏力量 彻底不要 完全依靠这个 李嘉诚等 十几个巨大的 香港自民家为首的 这个香港大资产阶级 开始倒是挺好 可是搞到今年 彻底玩完了 然后我们这个 政改方案宣布以后 我们多么希望这些 香港的最五个最大的资本家 15个最大的资本家 50个最大的资本家 你们能不能在电视上 报纸上表态 是吧 说我支持 大陆党和政府的政改方案 那他一个人说话 那那就巨大的号召力 一直等到这个方案 彻底失败为止 大家看到 有几个人站出来 零 零 零 这是一个问题 所以这个你依靠谁啊 一定要依靠这个 能给你流血牺牲的 能够这个 能够共 共患难的 这个 你不能光依靠 那些共享福的人 你看你现在在香港 重新布局 再潜伏 再布局 我还不知道 三十年能搞成 现在香港人心丧尽 当然跟我们自己 犯的错为有关 我们这些 香港的这些 各级贪官的这些事迹 贪污事迹 我们大陆登10% 香港都登90% 所以香港人民看到的 一个是你 你不依靠我 在你大陆这么贪腐 哎 这怎么办 台湾香港都进入一个 长期动荡期 新疆西藏海过去 看来相当稳定 相当稳定 但是呢 香港 现在最好解决的 就是台湾问题 大不了就是 把它打了算了 是吧 所以这个 我们知道 王洪光中将 就是 南京战区副司令中将 现任的全国人大常委 王洪光 这个今年四月 开两会的时候 习近平哪个组都不去 就跑到这个 港台组 台湾组 讲了一个长篇的讲话 然后中央电视台 不间断的 就二十分钟的讲话 在全国联播了好几天 专门讲说是 九二共识是 是基础 专门讲八个字 基础不牢 地动山摇 这个就是给 蔡英文时代定的调子 你自己看着办 反正我知道你要上台 我就跟你讲 九二共识是基础 基础不牢 然后过了不久 王洪光就在 环球时报发表了这篇文章 这个文章是 我觉得这篇文章是 比全世界所有研究 台海的所有书和文章 加起来强一万倍 你们自己在晚上可以看 就叫 大陆如何在战争中统一台湾 写的特别好 说我们的空军是什么样子 我们的海军是什么样子 我们的陆军是什么样子 我们的战略导弹是什么样子 你们是什么 你们台湾军队是什么样子 没日是什么情况 我们很轻松就能把台湾打下来 我们的空军准备这么打 我们的海军准备这么打 我们登陆准备这么打 我们导弹准备这么打 先打哪里 后打哪里 怎么打 总之是轻而易举 一下就把你打下来 这个文章写得特别好 我还看得真是这个 舒畅 这个 真是张 这个 所以现在 台湾的我觉得倒不是个问题 香港比较麻烦 香港你打谁啊 他也没军队 他就是不喜欢你 你不能说我把你抓起来 你不喜欢我 还有十分钟 我们讲讲这个意识形态敌对状况 意识形态敌对状况不讲了 我还是要十分钟讲讲您 这个意识形态啊 国内现在是高度对立 最近半年一年 发展的特别厉害 在北京现在大家都有一个俗话说 都不能吃饭 就是说这个左右之间啊 原来都是同志朋友同学 目前国内意识形态敌对状况 就这个 他都现在都不能吃饭了 现在麻烦得很 这个同班同学有时候不能吃饭 这个亲兄弟之间不能吃饭 就类似于现在 这个四五年国共内战前一样 你是国民党 我是共产党 亲兄弟夫妻父子在两边 最后打起来就成敌人 现在这个状况和内受 彼是一模一样 甚至有有过失而无不及的情况 所以我就讲 我说今天这个中国左右之间 意识形态严重对立的程度 超过了1945年 1946年国共内战爆发前的程度 超过了美国1860年 美国内战爆发前 南北双方的意识形态对立 现在实在是 当然有个统计 一个最新统计 现在中国右派在城市占8% 可是在网络上呢 右派的力量占95%以上 所以这个完全不平衡 不平衡后来 但是习近平他们上台以后呢 有所行动 大家都抓了这个 薛蛮子 是吧 抓了秦伙伙 这个 还抓了一些几十个没名气的人 另外 销了大概多少万个号 这些人斗争非常激烈 你今天销个号 他明天又理一个 你后天销一个 你后天销他的号 他大后天又搞一个 然后他在网上宣传 我就是那个谁谁谁 被新浪销了这个 14次号 被腾讯销了18次号 我还没有死 就是我 这个无论是上中下 这个都这个 这个这个 总之是 他们极有的观点就是说 西方好 中国坏 中国自国就坏 国民党好 共产党坏 蒋介石好 毛泽东坏 民国好 新中国坏 这个中国什么都坏 坏得不得了 一切都坏 只有推翻共产党才有前途 是吧 要尽快把毛主席 向从天安门上拿下来 等等等等 军队要国家化 什么什么 反正就是说 这些观点 一个大浪潮吧 是吧 现在是抓了一些人 然后这些人 现在就是说 但是人都在 思想一点都没变 大家这些人 都在等待时机 等待中国 尽快出一个 戈尔巴乔说 还有些人 我今天就不讲了 没时间 那么 你现在 所以好多人 我跟右派朋友 也好多人都是 最亲密的朋友 现在搞得 见你以后 很没等对的 搞得人心情 很不愉快 所以我就讲 我说你是这样吧 我说你有时间 你去推荐 你看一个美国大片 叫林肯 有个很好的美国大片 那我向走 那我向 有个很好的美国大片 叫林肯 这个特别是看 最后三分钟 特别好 就讲什么叫民主 美国这个 这个林肯 在美国得了 八项奥斯卡提名 特别好 当然是前年的电影吧 你没有看 对中国前途 对中国怎么搞民主 有兴趣的 我强烈推荐这个电影 总之是 世纪成山 雪流成河 最后林肯给他说 南方副总统 那个小桌子 这个桌子很小 小桌子那个 南方副总统 和南方的国务 国务部长坐在这 然后林肯坐在那 林肯的这个 战争部长坐在这 四个人 说好了 现在谈判结束了 你们也投降了 就这样吧 对方那个南方副总统 说好 我们到此结束 但是我想跟你说两句 说你林肯 说你自己 你扪心自问一下 你算了什么东西 你是个什么人 你当了美国总统以后 现在我们美国 打得尸击成山雪流 因为美国内战死的人 比美国一战二战 朝天战加起来还多 而且那时候 美国只有几百万人 美国死的 巨量的人 从笔列出来讲 你看你搞得全国 这个 凋臂 那战争的 那废墟呢 打了多少 林肯说 不要激动 不要说了 林肯说我也今天不想多说话 我就要告诉你一下 你以为民主是什么 民主 我告诉你 我就是要向全美国 和全世界人宣布 民主不是软弱的 恰恰相反 民主是强有力的 这个话 你们应该二十多岁能听懂 对吧 就说民主 不是说你想干啥就干啥 相反是老子让你干啥 你不干啥 老子把你杀光 好多人都和那不懂 我跟你说 蒋介石啊 也不是说不能搞民主 他要是把毛泽东 他们彻底消灭了 他也能搞成民主 他消灭不了 是吧 你失掉人心了 所以今天这个中国 有人说你怎么能搞民主 我说反正你左右两派之间 你不能再仇恨成这个样子 对吧 要不然你们打一仗 看谁把时间消灭 但是今天中国肯定不能搞普选 在意见不统一的情况 要搞普选 那美国内战就是第一次 那就是世纪成山雪流程 那么还有几分钟 还有几分钟 讲这个中国的民主 中国怎么搞民主了 我说邓小平有三句话 他这个85年时候 中国讨论民主改革的道路 讨论两年 出了很多书和文章 邓小平做了三句话的总结 今天看来很对 第一句话邓小平说 民主是个好事情 中国迟早 不是 邓小平说普选是个好事情 中国迟早要搞 这个是肯定的 第二点邓小平说 中国现在不能搞 搞了就要天下大乱 第三句话邓小平说 什么时候搞呢 他说我看大约50年以后 那就是1987 50年以后是2037 那就是大概就2037年 我那时候还能我还能活到那时候 不是我都不知道 你们大概不出车祸 不断癌症都能活到那时候 就中国的未来就拜托你们了 你看那时候你给中国怎么搞一个比较合适的选举制度 反正我说一句话 就是有一个道路是现在走不通了 因为原来呢 大家知道 我们最高层曾经有一个设想 中国民主化道路由下而上 这个温家宝总理还亲自打记者会 我记得打美国记者的提问 美国记者说你怎么搞民主化 温家宝说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在中国实现 有中国特色道路的民主化 第一步我们先搞村级选举 我们已经开始了 我们相信用不了多久 村级选举改完也搞完以后 我们就搞乡级选举 再把乡级搞完我们就搞县级选举 最后一步步往上推 走我们中国自己的这个民主化道路 现在谁也不敢说 因为村级选举在全中国都搞坏 实际情况就越搞越坏 现在一到村级选举换届的时候 你到乡上去 你跟乡上的人谈 说你们最近搞选举了 你们工作好吧 能把好人选上了吧 乡党委书记和那个乡镇长就跟我说 选什么好人 我们现在尽一切努力 不要把最坏的人选上 因为现在农村嘛 你搞村级选举 基本上一二十年来 不是家族统治 就是什么一姓统治 就是多数什么统治 好多地方是黑帮统治 你看天柱定就是那个样子 天柱定那个样子 就是基本上大多数村级选举的情况 所以村级选举在中国现在搞坏了 你看你看 你到你们的图书馆 你们明天早上到你们南行图书馆 拿村级选举查书查论文 你看所有研究 就是像村级选举书馆的问题 你找到一篇说村级选举就搞好的 没有你看看 零 所以现在再也不敢说 把这个搞到乡一级了 会选 一律会选 一律是会选 所以这个我已经54岁了 我只能讲过去是什么样 现在是什么样 将来是怎么样 你们今晚上会回去宿舍讨论以后 你们叫你们叫刘我就行 中国完全靠你们了 在你们手上 希望你们把中国给他们搞好 千万不要 再说你们不要出个歌 把桥哭就行 另外还有一个结语 我也不念 现在是8点29 我们就互动互动 我习惯了 顺便说一下 这个做也是中国的习惯 在美国大学 无论多老的教授讲课 没一个人敢做 美国的讲课也没瞪子 谢谢 那个 话筒 这有话筒 你们谁先来 相信大家在经过 李毅老师的一起讲话之后 也有了许多个人的问题 抑或是看法 下面大家可以举手向 李毅老师师意 跟他进行交流 提出你的看法 然后总共三名同学 每名同学 三到五分钟 不好意思啊 这个我十年前允许别人提五个问题的 我现在年纪大了 你最好一次提一个问题 我怕你讲的长了 和你讲第二 我都忘了第一个 一个一个提问 好吧 谢谢 现在大家举手示意 李老师 我问一下 就是那个路遥 写过一个平凡的世界 他其中你写到一些 农村的那个大跃进 写的一些事情 然后他其中一些 写的一些事情 并不是和你所写的 所刚才讲的那些 像发枪的一些 那些那个干部和村民之间的关系 并不是像你所说的那种 雨水关系 这个为啥会是有一些出入呢 谢谢 谢谢啊 谢谢你第一个说话 他说的非常 那个大跃进的时候搞得很坏 大跃进的时候 不是我说的这个情况 我说的这个情况 已经是六七十年代的情况 大跃进是 五八五九六零 五七五八五九年 非常感谢啊 非常感谢 这我补充一下 路遥这个人 大家知道 现在回过头来看 他们都说 最近三十年来 中国最伟大的作家是路遥 好像现在大作家们 自己也说 无论是陈忠实啊 什么这个 甲平蛙啊 这些人 他们都说 那路遥比我们要钱多了 路遥就是个文化革命中的 年轻造反派 十八岁还是十九岁的时候 当了他们县的副县长 造反嘛 造反派 后来呢 因为又抓造反派的时候 把他 本来要抓起来要判刑 但是后来说 因为这个人 还有点文学才能 就免了算了 就没抓他 结果没抓他 他还写成了平凡的世界 这个人 还有那些 人生啊 什么什么什么的 不过你们都不知道路遥吧 路遥那个电影叫人生 叫人生 是张艺谋主演的 张艺谋原来不是导演 他是一个摄影 他摄了摄了摄得好以后 他就当演员 当演员以后 拿了金桔百花奖以后 又去做导演 他的最好的电影 他自己做男主角 最好的电影就叫人生 那么他自己 拍电影以后 拍的第一个电影 你们都知道 红高粱 就是因为他的红高粱 所以莫言去年 还得了这个诺贝尔奖 哎呀 所以我昨天晚上 见了 我是 我94年以前 来过很多次南京 94年以后 再没有来过 昨天来南京 我昨天晚上 见了我一个 30年没有见的 本科同学 因为我真是 30多年没见 真是这个 这个人生啊 30年过去 弹指一回见 哎 这个真是 巨难 巨难散逸 快得 快得 希望你们30年以后 这个 只要不出戈尔巴乔夫 怎么都行 中国肯定很美好 好 谢谢 老师 你要不要站在中间 没关系 你选东西就能看见 这个 老师 你来选 我选 那就是 那个是第一个 下面就是这个 再下面是这个 好吧 你们三个 好 李老师 你好 那个 我关于 几十年前 那个 比较 比较 那个 激浪的那个 年代 我读过一些书 有过一段的了解 我最早读的是 《夹编沟记事》 那是关于反右 反右的那个 一个书 然后后来 我又读了 像 陈延确先生的 最后二十年 像那个 最近在读 土家野夫 卧老师的书 就是郑国军老师的书 然后我对于 对于那个年代 我始终有一个心结 就是 那个年代的事情 就是 我始终有一个心结 就是 我有一个害怕 就是我始终害怕 他会在我们 未来的 中国 会再次重演 因为我们看 我们中国的历史 它总是来反复的 就是我怕 那样的一个年代 会重演 而我 而通过我的思考 我想 不让那个年代 再一次重演 我们能做到的 就是说 首先能做到 就是再禁止一次 就一定要 隔绝 就是 伟人的 对伟人的崇拜 但是我们现在看 好像对习总书记 当然我很 我个人很觉得 习总书记 这个人 这个人的 在政治 在政治家里面 是个佼佼者 但是我 我想 现在我们是不是 就是我们的思潮 在又在走向那样的 一个极端 就是极左的 那个极端 而且我在刚刚看您演讲的时候 您那边有一个文字 提到就是 右派的话题 就是您也说 在当今的中国 能称得上是右派的 只有8% 但是我想 我是认为 在当今的中国 真正的右派 好像连0%都没有 因为在那个动荡的年代 过来到现在 可能真的没有真正的右派 我们说的右派 现在说的右派 都是一些 可能是 被某些国家的人 收买的 那样的人 但是 我们是不是 真的应该培养 真的要考虑 培养一下 我们国家的右派 就是 真正 要有右派思想的人 真正保守 保守主义的人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您的问题 其实非常好 我也就不客气 那 我直接回答吧 这个 习近平呢 这个 文革开始的时候 坐了半年的牢 15岁 坐了半年牢 这个 痛苦的 你想15岁 对吧 坐个半年牢 多难受 一天坐完牢 出来以后 一下心情好不到哪去 这时候毛主席号召 上山下乡 所以习近平 自己查他的录像 习近平说 在北京车站 去送上山下乡的 那时候 别人都是 哭哭啼啼啼的 只有我一个人兴高采烈 哎呀 终于可以离开北京了 在北京人老 抓他坐牢 然后下去以后呢 跑到农村陕北插队 你们看他的那个 你就查 你就 打到百度 打到视频 打到习近平 你就看 就是他那一段 那是他当福建省委书记的时候 打记者问 十几年前 现在在农村那个经历 那个炕 睡的是炕 炕上 每天晚上 那一睡 臭虫跳蚤就上来咬 咬的这个浑身就是 起包 然后溃烂 溃烂 最后他怎么办呢 他就在 他在炕上 你们见了 见了 666 是一种毒药 毒老鼠 在炕上 铺一层 毒药 然后在毒药上面 棋子 这样倒是没有臭虫跳蚤 人 皮肤中毒 所以他的 哥哥去看他 跑那个炕 睡了一个晚上 回去以后 因为中毒 几个礼拜下不去 他自己农活 干 然后在农村入大 然后又当大队 当这个书记 这个 所以 李克强 下乡之情 大队当着不出击 安徽 王岐山 陕北之情 下乡 这些人 他们亲身经历了 文革中的 那些最不好的一面 本身极其的是 受到文革的影响中 文革中有一批人 吃了 没怎么吃苦 一些人吃了一点苦 有些人吃了大苦 这习近平 李克强 王岐山 都是文革中 吃了最大的苦的 那批人 所以谁都有可能 你说是搞 你刚才说那个 叫做复辟文革 那一套 在所的错误 我向你保证 这三个人不会 这三个人不会 至于他们的 接班人 那现在还不知道是谁 那些人也说了 大概就那三五个里面 其中那两个 那些人 你看像吗 是要搞极左的 像不像 一个都没有吧 所以对我来讲 我就觉得这个问题 因为你不是你一个人 给我提这个问题 我走到哪里 都有人给我提这个问题 所以我就觉得 这个问题本身 前提不存在 除非你们这些人 上台以后 有人要干这个 那我就不知道 那我跟你们 我说实话 我跟你们之间 年代 隔的岁数太多 我对你们了解 很有限 我对你们了解 远远少于 我对习近平 这一代人了解 他们比我才大 十几岁 你们比我小三十岁 这个麻烦的 所以我保证 他们是不可能的 那就是你们这些人 里面有人要去搞文革 那跟我没关系 那你们回宿舍 自己讨论 那反正我们这一代人 现在都已经过去了 对吧 还没有过去 快要接班了 是吧 那就是 八级的 李克强七八级的 习近平和王岐山 是功能力学 是吧 七七还是七八的 李克强 你七七还是七八的 我忘了 七八的 李克强就是七八的 他是第二级的 我们班67个人 十几个大队 当这部书记 我们班 那全是跟那个 就是跟着李克强 把这习近平一样 大队党那么书记 所以我对这些人 太熟悉了 这些人半个都没有 说要去搞文革 你还个人崇拜 哎呀 你到网上看 现在骂习近平的东西 有多少 还个人崇拜 谁崇拜谁 今天这世界 谁崇拜谁 这不存在 这问题都不存在 我认为你提的这个问题 你心是好心 希望不要出这样的问题 根本就不可能 出这样的问题 一是不可能 没有人去搞基础 二是不可能有人 不可能有很多人 崇拜习近平 根本就不可能 好 谢谢 刚才下一个 是这边那个 李一老师您好 我们这群人 都是南航 长城市学社的 今天听说您来讲座 我们就来听了 我想请问一下李老师 就是最近 中国一致是 以那个钓鱼岛问题 去引发 就是转移国内视线吗 然后有一个人 就是直接写了一篇文章 叫做 只要钓鱼岛 不要海参崴 我在想就是说 单单的一个钓鱼岛 而我们俄罗斯 我们大概有 14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这个问题 假使 您怎样看待 未来的一个 综合关系呢 非常非常感谢 这个问题 我其实非常想讲 没人问 我还不好意思 辅动讲 这个 中国一丝一毫的关系 都没有 整个这几年 因为中国在这个问题上 是采取 能忍能让 不惜再忍让 一百年的 因为当年那个建交的时候 田中来谈 那个毛泽东周恩来 跟他们谈谈的时候 就出现这个问题 每周的报纸 都在炒钓鱼岛 毛泽东周恩来就说 隔止 隔止 咱们你来谈建交嘛 谈两国恢复正常关系嘛 建立中日友好嘛 中日之间有千千万万的 是钓鱼岛是一个小事 我们隔止 隔止 你说是你的 那你接着说嘛 我说是我的 我接着说嘛 对吧 那你说 但是说好 谁要不要上 明白吧 谁也不要上 你说是你的 是我的 是吧 你不能上 我说是我的 我也不上 而且中国不但不上 我们这边 香港的 台湾的 所谓保钓人士 去租船 抢占钓鱼岛 我们都是 我们自己用公安和国安 大量的都拦截过 就是为了不给中日关系 制造麻烦 日本当时也比较自觉 右翼爬上去竖个灯塔 最后有一天 日本宣布 灯塔自然倒塌 其实他们派部队上 就给炸了 这个就好嘛 对吧 这个彼此给面子嘛 我们十四亿人一个大国 那时候没有 那时候八亿人 你一个一亿人的国家 咱们彼此给面子 就这么个小事 咱格制嘛 邓小平去签 中日友好条约 一样 每周吵那么凶 邓小平说 你看 你看邓小平录像嘛 我们这一代人 只会不够 有个侠一代人 对不对 你还是这样子 你说着你的 我说着我的 你也别上 我也别上 然后怎么解决 我也 谁能解决所有问题 你要问我有些问题 我也知道 你们网上可以自己讨论 我哪知道怎么办 但是最近这个事情 百分之百是由日本挑起的 你好好好的 日本政府 日本政府够到 你日本政府把岛够了 那这岛是谁的 他和日本这些年来 要走向军国主义 又一世纪大抬头 他是一个 中国就说你搞什么 我能不说就不说 能假就说眼不见为净 能假装看不见就看不见 能不说话就不说话 说话含糊一下 能过去 钓一岛 你含糊不了 你够岛了吗 你又怎么办 那你 你够岛我怎么办 那我也知道 所以习近平的这个 对应是百分之百的 这个合适 海空巡航了 你够岛了 我海空巡航了 对吧 我的这个海船船 都是用那个船造的 三千吨 上面配着炮和机关枪的 那种海证船在那转 我转 现在是在六十里转 然后四三十里转 现在开始十二里转 但还是没有进前十二里 有进过两次三五里 但是现在基本上不进 你就一句话 你日本的船寻在哪里 我就寻在哪里 空中开始寻航 你日本战机寻多少次 我就寻多少次 日本空军有要不够 你到地图上看 因为钓鱼岛是中国的 它就是我们中国的边边 离日本远的要命 远的要命 你们在地图上看交易到日本多远 所以我们军机一去 日本从他们本土紧急起降 后来他们说降了几次 就把一个月的训练费用 训练油都用完了 所以他们 所以现在我们很克制 就是你够到我原地 这个打转海空巡航 对吧 这个 我也不上 王洪光写了一篇特别好的文章 还是这个王洪光 你们去查 你们在网上打一个王洪光 再打一个钓鱼岛 这个文章就跳起来 王洪光那边上写的吧 王洪光说啊 钓鱼岛很小的事 他说我告诉你 哪天我们高兴我们把钓鱼岛宣布为中国南京战区靶场 他说那个原来就是美军的靶场 美军打了几十年 后来一看中日要建交了 是基金格出的主意 说不得了 中日要建交了 想了办法 他们关系永远好不了 就把钓鱼岛在中日建交的时候给 全部就给了日本 马英九那时候是 是美国的中国学生保调协会主席吗 马英九成名就是拿这个成的名 美国中国学生 保调协会主席吗 那时候中国还没有留学生来 那马英九在那当主席 抗议美国 说钓鱼岛是中国的 由此成的名吗 回来就当了蒋经国的英文秘书 后来做蒋经国办公室主任 这才现在当的总统 他怎么成名 他保调成名的 所以这个钓鱼岛这个事情 到目前为止 中国没有一丝一毫的 说是找日本的事 直到今天为止 今天是2015年的10月14号 中国还是在钓鱼岛问题上 能忍让就忍让 能克制就克制 以中日关系大局为重 这是我对钓鱼岛问题的回答 特别是我觉得 我们都没说我们要夺岛 我们说我们要把它做拔铲 拔铲还是不上人嘛 对吧 做拔铲怎么上人 王鸿光那文章写的也是很这个 他说我们要怎么炸 什么炸 什么炸 反正当马上 这个就代表习近平的这种思路 中俄的这个事情就更遥远 那个是爱辉条约 那是一百多年以前 割出去的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 那个一寸都不能动 因为在那之后 人家俄国为了这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 人家打了好多仗 包括和日本打了这么多 大家知道这个日俄战争时期 你们这里 你去你们将来有时间到旅顺大连看一看 你们去看看旅大 你去看看那个山 那个那个我就在那个山上 我那还是 那那是真是我二三十年以前去 那都是对于辈子的震撼 那个山 奶木 奶木的几个儿子就是死在这个山上 奶木是个大将 是个攻山头的日军总司令 他几个儿子全死 他看着他儿子一辈子上去冲锋死在他跟前 你现在去那个山 现在还是原样保存没有动 他就是这么一座山 这么一座山下来 这个日本军队就看着俄国军队在上面 就有一个大碉堡 日本军队成千成万的往上冲 冲上去就不见了 那是完全奇怪 这也没见吧 山头攻下来 攻不下来 攻不下攻 人上就不见了 你们现在去看 俄国人很厉害 俄国人找了一些中国民工 在这个巨大的这个碉堡跟前挖了一个巨大的壕沟 在周围 壕沟很深很高很大很一大圈 挖完以后把中国人民工全杀掉 没有人知道他在那边挖个什么 然后他这上面全部是机关枪 在日本那个市民 哦哦哦 单着成转了 全被机关枪 一进钩里就扫死扫死扫死 把钩过来填满了 日军的尸体把钩填满以后 日军才攻下了这个山头 因为这时候呢 没够了 踩着尸体就过去了 你们现在去看那个地方 日本人后来给他自己 树了一个很大的纪念碑 后来苏联红军来 把他炸了给自己 苏联红军又树了 你自己去看 你自己看 所以人家这个 那你打输了呀 你战胜打输了呀 打输了你搁的地 赔的款你还想怎么样 有本事你再打拿回来 我从上小学受的教育就是 打第三次世界大战 把一个五十万平方公里 土地拿回来 我们上学就受着你教育 那后来没打第三次世界大战 你说怎么办 我们不能为了把那土地拿过来 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 这个世界现在什么时代嘛 对不对 都干不成这个事 所以就这样子 顺便说一下中俄关系 我顺便多说一句话 大家看看这本书就知道 谁和谁都没有好关系 我们四九年以后 我们一会儿是一边倒 打美国 最后又联合美国 把苏联撬掉 是吧 最后又 俄国又完蛋了 我们又俄国弱小 我们现在又联合俄国 抗衡美国 全世界没有永远的朋友 没有永远的利益 只有永远 没有永远的朋友 没有永远的敌人 只有永远的核心国家利益 这个利益走到哪里 敌我有就到哪里 这个谁知道 今天的敌我有是今天 五年十年十五二十年以后 你们上台的时候 谁知道谁是谁的敌我有 我天晓得 那还要看发展 是吧 说不定你们把中国搞卡了 那就那更不用讲了 所以回答你这个问题 非常感谢 还有十分钟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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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 那边 直接到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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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排的有没有 后排那有一个 那有一个 这边后排有没有 这边后排有没有 没有 那下一个 那个 好 谢谢你 老师 我就想 分享 然后 我的印度 我的印度的一个 真实是 它现在面临的问题 有一个 它全世界的 平复差距 和一个 接位的阶级矛盾 同样 他们未来 还会面临的 就是 现在一个 巨大人口基础上 的一个 严重的老龄化问题 那么 这样的一个印度 在未来 如果真的说 要赶 赶超中国 它 会不会需要 一个什么样的改变 而这样的改变 对 有和 现在的印度 有一定 相似性的 中国来说 又有什么样的 一个界限 谢谢 你这个问印度 这个真是好 这个印度 我12年去了印度 因为这个 首先呢 我想讲一下 学术研究 就是 大家知道 经济学 有一门学问 叫发展经济学 就是专门研究 发展中国家 怎么发展经济 政治学 有一个重要分科 叫发展政治学 专门研究 发展中国家 政治 怎么搞 要还是不要民主 什么时候要 还是干脆就别要 然后我们社会学 有一个领域 叫发展社会学 无论发展政治学 发展经济学 发展社会学 在美日欧 他们主要 最最重要 是要研究 两个国家 全世界 一个中国 一个印度 特别是还要 比较中国和印度 所以这在 我们对这个问题 都不重要 中国的学者 都需要研究美日欧 近期都在那 但是对美国的 发展社经济学 发展社会学 发展政治学 的学者来讲 他们首先是要研究 比较中国印度 大体说来 就是说 主流学术界 一直认为 中国是成功的点发 印度是失败的点发 那么中国 为什么成功 政治体制 比印度好 这不是我说的 我现在介绍 美洲学术界 这个大体的意见 就是印度的政治体制 坏 这样子 这是学术界情况 那么 就你们没去过印度 还想知道 印度是什么样子 我刚才已经说了 建议你们花一个小时 上网看这个电影 叫不可避免的战争 这是个新片 大片 很好 没去过印度 看一下 另外我去过印度 我知道 印度是真的 印度呢 火车上面站的是人 火车里面是人 火车上面站的是人 他们也掉不下来 让我们去的话 还是个麻烦的 我就让你站 你敢站 你掉下来怎么办 公共汽车上也坐的人 他这个公共汽车里面是人 然后公共汽车的 前面是这个司机开车 对吧 一面 然后剩下这三面 整整齐齐坐着三排人 坐在上面 把脚放下来 然后 然后上面的是站着 站在公共汽车里面 边上的这台人 是坐着的 亲眼看 贫富悬殊 那么我现在经常给 我最近老见朋友 我说 我说你有钱没有 你最近怎么过日子 我日子过天 我说你要有钱 你看你还没去过美国 花两万人民币 美国两周游 透透游 便宜的 因为来回机票 自己还都要一万多 他什么包机票 包持住 包留 全包美国 两万是两周游 我说你要没钱 没时间 我建议你去一下日本 我说日本 去的时候 少的时候三千 多的时候五千 日本一周游 你看一下 你每周嘛 你总要看一个 然后下面 全世界 我特别推荐的 就是印度 我12年看了印度以后 我思想有巨大的变化 我很多原来认为 是真理的事情 我现在彻底知道 那时候不说完 这个 今天因为还有没时间了 就没时间讲 这个印度 印度这个社会 大体说来 现在印度12亿人 我跟你讲 是这么一个情况 有六亿印度人的生活状况 比五十年前 五百年前 绝对的差 因为你现在都印度去 印度大概有 三百个城市 你现在去 都是很好的城市 有这个城墙 有这个 里面有街道 有建筑 你都可以想象 它当年这个城市 刚建好的时候 是多么的漂亮 多么的金碧辉煌 什么时候的城市呢 一百年前的 三百年前的 五百年前 然后那个街道上 那个铺子都没变 我在街道上 走的时候 他说这个 哇 我说这是什么卖锅的 人说这个店呢 也不是个新 这个店还不算老店 也就才一百多年 这是他第三代 卖锅 一个店 他爷爷卖 他爸买 他也卖 然后印度的富人 在这地方做富人 都已经三百年 五百年 八百年 还有一千年 还是那个院子 只不过现在 是修了高尔夫球场 你们跑马场 高尔夫球场 还是那块地 周围的穷人 还是那些穷人 只不过三百年前 这里青山绿水 现在是满目苍蝇 因为人口增长了 五到十倍 地方还是这个地方 你想一想 怎么得了 我去的时候 12年去的时候 印度的大部分地方 正在开始 从大象 向汽车的转化 印度还有大量的 直到五年八年前 还主要 那个用大象 做这个 一种交通工具 来驮东西 他们说现在印度 最近这 我去的时候 12年问他 最近三五年开始 汽车开始代替大象 为什么呢 他给我 我当时我还记得笔记 今天没拿来 我记得很清楚 就是一个大象 一天要吃多少 这个 那个竹子 大象吃 吃什么 反正他吃这个 吃竹子 还有什么什么什么 反正大象有三四种 主要食物 然后这三四种 主要 他会说 一天要吃多少 多少 然后这个 他们这个是多少 吃多少钱 然后呢 现在这个 这个大象的食物 最近是二十年来 价钱在迅速的提高 一直到最近 两三年为止 怎么样呢 高过了汽油 然后你养一部车 这个汽油 每天要花多少钱 那么在十年 二十年以前 用一个大象 比用一个车 要便宜很多 直到最近几年 在印度 使用一部车 它的价格 才高于 使用一个大象 所以他们现在正在 足不从这个 大象像车转变 哎呀 印度我给你 长两个小时都讲过 那真是谁啊 这个印度真是叫人 印度三千年历史上 没有出现过一次 农民起义 推翻旧的王朝 建立新的王朝 零 日本 印度人的思想 过去现在将来 都没有革命思想 没有我们说 陈胜无过 王侯将相 明有种福 是吧 你这个 你这个 水能载舟 水能富舟 王侯将相 明有种福 没有 所以我去印度以前 我们都以为说 哎 这么简单一个思想 水能载舟 水能富舟 对不对 你是丧失天命了 你不为人民富了 推翻你 老子令搞一个王朝 你怎么样 是吧 王侯将相 明有种福 这个东西 在这个天经地面的时候 这在印度思想里 是令 哎呀 所以建了印度 你才知道 我们原来很多 以为是 universal的 我说普世的这种思想 全世界只有中国有 所以我的社会学概论 社会学理论 第一章 那一章第一节就讲 我说中国什么思想 水能载舟 水能富舟思想 西周开始建立 一直到今天还是这样 你要为人民服务 什么 我都不会说这个 现在这套怎么说法 我都不会 总之你看这套 还是周朝思想传下来 对吧 你什么 群众路线啊 这个 全是这样子 这套思想 你在印度根本玩不着 什么 说什么呢 他那个富人就是富人 那这亿万的富 那给你富到什么程度啊 穷人就是穷人 马路上 车也走 牛也走 马也走 驴也走 人也走 摩托车也走 喝水 那印度怎么 印度那个温度 四五十度啊 外国人去 这样一会儿就 爱死了 印度人都晒不死 然后他喝水 因为你那个 他不但晒不死 他还劳动了 他那么大的 那个太阳在下面 我们那个游客去了 说对不起 现在下午 每天有四个小时 属于酷热时期 待在宾馆里头去出去 那外面人家 那个建筑工人还劳动 女的 女的在劳动 不知道男的干嘛去 然后他那个喝水 他卖水的时候呢 呀不可想 他卖水的那个人 怎么回事 他占一个这么高的台子 卖水 你就想不出 他怎么卖水 杯子都没有 旁边有可口可乐 有我们中国有的 所有美国的饮料 印度全有 在那摆着 没人买 因为没得穷啊 刚才穷人怎么喝水 你渴得很 站在下面 上面拿着 哗一动 啪拍点钱 我也不知道几分钱 不认识 这种事 所以你说 印度要赶中国 我跟你说 你问干什么 要革命 印度知识分子都知道 中国没 印度就欠个毛泽东 欠个共产党 你没有革命 你不改变这种社会状况 你不改变这种思想状况 赶什么中国 闹了 现在还有几分钟 时间到了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谢谢 谢谢大家